25号我国围棋选手柯杰突然发文直接开炮 卧佛了热搜两个完全不知道是谁的人生孩子显示个爆 死了那么多人的事情这显示个心 微博发出后柯杰和网友针对此事进行互动 有网友劝柯杰最好删了不然那些老餐就来了 对此柯杰耿直回音道我怕过这件村仔 还有网友让柯杰买点热搜 柯杰唱其杯凌风对手夺冠 对于围棋推广也好啊 柯杰本人却表示老子从来不会为这个流量折腰 关于西梦瑶缠子一事 丈夫何游钧多次提提自己的儿子是赌王何鸿生的长孙 爸爸把他自己的名字送给长孙来继承 所以呢儿子很荣幸的叫何广生 感知的柯杰对于这一表述直接表达了不满 长孙这种话都喊出来了 简直是太有骨气了 事件发酵后引起起始女性的争议 随后柯杰发文声明没有起始女性